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西方国家威胁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也不会停止国事 普京时隔12年再次访问沙特 俄罗斯为何此时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韩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KF-X的实物模型首次公开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海滩上捡垃圾 保护环境的视频也热议 好 今天的新闻眼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叙利亚局势 叙利亚局势可以说出现了惊人的转折 库尔德武装和须政府握手言和 共抗土耳其军队 而土总统放话说呢 就算是西方国家威胁 要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也不会停止公事 14号叙利亚政府军挥视北上 大批重型坦克装甲车和运兵车等 是向叙北部边境 一些当地民众举着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的画像 挥舞着叙利亚国旗迎接政府军的到来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达成协议 将他们此前控制的两座重镇曼比记和科巴尼 交给叙政府军 请他们帮助抗击土耳其军队 就在土耳其采取越境打击行动之前 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控制着叙利亚 和土耳其接壤的大片地区 其途中黄色区域 现在土耳其军队向南越过土区边境 控制了途中绿色区域 而由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 正在夺回领土 正在增加中的红色是他们的控制区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援引专家分析称 叙利亚北部地区油气资源丰富 续政府将试图控制住 对国家经济福祉至关重要的油田和天然气田 而且优法拉底和流经的叙利亚北部 也是该国主要的农业产区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称 续政府军回到续北部地区 意味着叙利亚国内局势的重大转变 在北部地区新的这个格局形成的过程中 叙利亚政府军势必要收复 目前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领土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毫无疑问就会朝着叙利亚恢复领土完整 就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而且通过这场复杂的这种恢复秩序的这种过程中 也可以看出周边国家的很激烈 同时也很微妙的一种博弈 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局势呢 是一定会走向最终的政治解决的 而促成这种政治解决的外部力量的主要意图 我们以美国代表的国家来说 就是要抛掉叙利亚的这个包袱 让叙利亚本土力量和周边力量负责解决叙利亚问题 从而美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伊朗 今日埃及人报14号评论称 在被美国抛弃并无法抵抗土军的情况下 库尔德武装和叙政府握手言和 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接下来形势会更加复杂 尤其是一旦叙利亚两军发生正面冲突 双方大打出手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土耳其军队向南推进 以及叙利亚政府军的北上 约1000名美军被夹在了中间 在宣布撤军前 美军部署范围从伊拉克边境附近 一直延伸到西部的曼比基 横贯叙利亚北部 土耳其军队13号夺取了 横贯叙利亚北部边境的M4公路 成功切断了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域的主要通道 这也意味着 宣布撤离该地区的美军 可能不得不依靠空运离开 靠近土俱边境的科巴尼基地 拥有一条可以起降直升机 喷气式运输机等各类飞机的跑道 曾是美军和库尔德武装 对抗极端组织的战斗后勤中心 如果美军的撤军按计划进行 将需要15到30天的时间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与俄军参谋长通了电话 以确保俄方支持的势力 不干涉美军撤军 包括设备和部队的撤离 据路途社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在白宫外宣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 正式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彭斯还表示 特朗普14号与土耳其总统通电话 呼吁土耳其方面立即停火 停止入侵 两尔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此前一天就曾放话 就算西方国家威胁 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土耳其也不会停止攻击 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 这里是叙利亚边境城镇 泰勒艾布耶德 据英国天空电视台报道 土耳其军队占领这座城镇以后 冲进一座据称关押着 极端组织成员的监狱 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随着战事的推进 此前被库尔德武装 关押的极端组织成员 是否会失去控制 成为各方担忧的重要因素 由于要孤身面对 土耳其军队及其代理人 叙利亚民主军需要 每一名能拿起枪的男人和女人 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因此一些监狱守卫 放弃了自己的港哨 大约800名极端组织成员 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从拘留场所逃了出来 看看这些人 他们正在逃离 报道运引俄罗斯国防部 公布的消息称 在叙利亚北部 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 在途中黄色的区域 有数个关押 极端组织成员的地点 共关押着上万名 极端组织成员 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中有很多人 还持有外国护照 一旦这些极端分子出逃 威胁的将不仅是叙利亚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库尔德武装可能会 故意释放这些犯人 之后又表示 土耳其和欧洲 可以轻松将他们再次抓获 但是那些与极端组织作战 多年的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 在那个方向上 跨过边境就是叙利亚城镇 克巴尼 再往前走就是曼笔记 这两个城市都曾经受到 极端组织的威胁或者侵占 直到美国主导的联盟部队 与库尔德人一到 经过浴血奋战 才夺回了控制权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4号称 美国官员还表示 与美国一同驻扎在叙利亚的 法国和英国部队 预计将与美军一起撤离 14号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 时隔12年再次访问 沙特阿拉伯 此访的时机可谓是耐人寻味 那么随着美国在 中东的影响力和信誉下降 中东的格局 或正在加速演变 1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 降落在利亚德哈利德 国王国际机场 开始对沙特的国事访问 这是普京时隔12年 再次访问沙特 沙特方面在机场 民放一炮欢迎普京 随后携带两国国旗的摩托车手 列队护送普京的总统专车 从机场驶向 亚马马王宫 亚马马王宫是沙特国王的 主要官邸 普京的专车在这里 受到沙特骑兵仪仗队的迎接 普京在与沙特阿拉伯国王 萨勒曼会谈时表示 俄罗斯与沙特加强协调 对确保中东地区安全 与稳定至关重要 按照传统两国领导人会部以后 交换了礼物 普京送给萨勒曼国王 一只雌性勘察家毛笋 别称海东青 这是笋鼠猛琴中最大的一种 他的小名叫阿尔法 但是最终命令权在国王手中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访问期间 俄罗斯和沙特在能源贸易等方面 签署了多项协议 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称 沙特正越来越多地 向俄罗斯开放市场 就像80年前 石油帮助利亚德 从一座驻有泥墙的小堡垒 转变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帮助沙特成为地区领导者之一 现在沙特认为 高科技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方面 俄罗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据报道 沙特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 签署了一项协议 利用俄罗斯技术 从沙特领土发射小型卫星 未来将对沙特守卫宇航员进行培训 此外 俄罗斯铁路公司将参与 阿拉伯半岛上新铁路建设 分弦师认为 普京此访 时机耐人寻味 在沙特石油设施预期以后 美国没有采取有效反制措施 最近又抛弃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随着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 及影响力下降 俄罗斯抓住机会 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备受大国博弈影响的 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凸显 各种力量将进行重新分化组合 现在普京呢 他在中东地区两个舞台 一个是在西雷亚北部 他要调停西雷亚政府 和托尔西政府的关系 同时呢 就是普京访问沙特 除了两个关系之外呢 他还有一项新的重大的使命 就是调停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 这一次普京对沙特的访问呢 是普京在中东地区 近期年的第三次重大的调停行动 目的呢 就是避免海湾国家和伊朗爆发 就是不可收拾的大规模的冲突 因为这种冲突激起 俄罗斯呢 他必须保持重立 他不可能站在伊朗一边 也不可能站在海湾阿拉伯国一边 总体来看呢 就是普京 经期在中东地区的外交 是非常出色 非常成功的 他对沙特的访问呢 也可能会取得比较重大的成果 在叙利亚 俄罗斯的居中斡旋 让库尔德武装 与叙利亚政府军握手严格 德国《美利静报》评论称 美军从旭北部撤军 希望早日从中东抽身 这间接提升了俄罗斯主导 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近日 俄罗斯海军护卫舰 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 在地中海进行了演习射击 该舰装备了口径巡航导弹 演习过程中 俄罗斯海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发射了80枚100毫米口径的炮弹 并击中模拟目标 这一次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就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 它基本上对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带 也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 实施了有效的控制 这样就给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在地中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基地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目的已经实现 所以目前它扮演一种调停的角色 至于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和他们的关系 基本上是一种军贸易关系 俄罗斯无意在海外阿拉伯地区和伊朗 有任何军事存在 所以对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我们应该这样看 第一它确保自己的利益区 关键的利益区 这就是叙利亚西部 地中海东岸 在其他的地区 它发挥一种调停的作用 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近日在华盛顿举行 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同意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号表示 中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 美方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 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 也是一致的 没有差别 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 美国和世界都有利 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美方近日表示 中方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国内外舆论对此都很关注 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介绍了今年以来 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情况 他说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 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 根据初步掌握的信息 今年以来 中国企业自美采购的农产品 包括大豆2000万吨 猪肉70万吨 高粱70万吨 小麦23万吨 棉花32万吨 并表示 中方还将会加快采购美国农产品 好 我们再来看 14号韩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 KFX的实物模型首次公开 还没说 该战机堪比美国五代机 F-35 入列以后将会大幅提升空军的实力 不过有分析认为 KFX形成作战力 恐还将面临层层难题 据韩林社报道 在14号举行的 2019首尔航展媒体 接待日活动上 韩国自主研发的战斗机 KFX的实物模型首次公开 下一代韩国型战机 KFX的实物模型首次被公开 据悉该型战斗机开发完成后 将具备比航空军最新锐隐形战机 F-35A还出色的机动能力 报道称 KFX战斗机最大速度1.81马克 航程可达2900公里 搭载有可探测 追踪数百个目标的 有源向控阵雷达等最新装备 首批120架计划于2032年入列 以取代韩空军F-4 F-5等老旧机型 报道称 KFX项目从2014年开始推进 开发前期由于技术储备不足 资金缺乏等原因 KFX的研制工作一度颇不顺利 实物模型的亮相是否意味着 韩国已经具备自主引发战机的能力 这次亮相说明韩国在制造模型方面 有了进步有了发展 韩国也信誓旦旦地要求 这款战机将成为韩国制造的五代机 最后将会取代大轮四代机 与紧进的美国F-35A 形成空中联合作战能力 但目前看的愿望是非常美好 但形成作战能力 它需要很多尖端技术的功课 比如引擎材料技术 发动机技术 弹药技术 再包括火控技术 都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韩国有可能会大量 引进美国的技术进行包装 所以我们判断 这款战机的核心技术 一定会源自F-35A 或者是改进之后的F-35A 就是用自己的特征 用自己的名牌 给F-35A贴上标签 形成F-35A的韩国制造而已 此外 据外媒披露 韩国考虑建造大型航母 并计划购入可短距 垂直起降的F-35B 隐身战斗机 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 白皮书中披露的细节显示 其中一艘航母的长度 接近978英尺 约合298米 排水量约为7.14万吨 本月7号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表示 韩国国防部正计划 花费大约33亿美元 购买大约20架新型F-35 隐身战机 不过没有具体说明 打算购买哪种机型 有分析认为 韩军方或考虑 采购F-35B的可行性 不过有韩国军方人士担心 F-35B和F-35A的使用概念不同 不仅需要另外培养飞行员 且F-35B的价格 也比F-35A更贵 采购计划恐面临预算不俗 等诸多难题 韩国海军引进F-35B 发展航母作战能力是在比型 和周边的日本相比 已经明显落后 特别是在日本海 与日本所争的独岛 经常存在着剑马堵渣这种状态 虽然F-35B比A型要复杂 要更加昂贵 但是要提高海上作战能力 特别是实现海空作战能力的转型 F-35B至关重要 再加上美国 向韩国推敲军火 也非常渴望 美国在美国号完成了F-35B的起降之后 曾经自豪地宣称 有了F-35B就可以把全世界的 轻型两机作战舰艇 变成航空母舰 如果韩国照此下单 美国在海外的市场能够扩展 同时韩国提高海上空中作战能力 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在海空竞争方面 也可以占据一定的优势 另据韩林社报道 就适用于2020年的新防卫费分摊协定 韩美新一轮谈判在即 然而美国公开向韩方施压 称韩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要像一个富有国家 上个月韩美在首尔进行了 防卫费分摊协定的第一轮谈判 韩美称一直主张韩国 要分担更多防卫费的美国 不出所料的狮子大开口 要求韩方承担的金额是50亿美金 约合6万亿韩元 这是目前韩方承担的 分摊金额的约5倍 目前谈判前景不明朗 今年第19号台风海贝斯日前 袭击日本 造成日本关东和东北部的地区 灾情严峻 部分地区甚至被大水包围 与外界隔绝 日媒称面对断水断电断粮的 恶劣环境 民众绝境中机智求救 这里是完森丁市中心 西南方向的一个居民区的上空 画面左侧有一条河流 河流旁边有一栋房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栋房屋的第一层已经严重受损 下面的空地上看起来像是用树枝拼成的字 写着水石料三个字 当地灾民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求救 表示他们急需饮用水和食物 这一带的居民已经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日媒称截至拍摄时间 台风已经过去大约24小时 但完森丁的大半区域仍内老情况严重 部分地区水深达到一米左右 当地消防部门及自卫队正在对被困灾民展开救援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和总务省消防厅15号发布的消息 经调查 日本全国47条河流的66处堤坝发生决堤 全国范围内有大约1万栋住宅楼遭禁水 其中十分之一损毁情况严重 日本政府提醒 暴雨导致土壤变软 呼吁警防次生灾害发生 日本的灾后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员伤亡也越来越大 还没披露 由于暴雨导致的大连泥沙 给救援和重建工作造成困难 民众对救援进度缓慢表达不满 去韩国中央日报网站报道 说台风天气的影响 日本多地新幹线被迫停运 这里是位于长野县的列车基地 下面是北路新干线的列车 可以看到很多列车泡在水中 大水已经漫到了列车窗户的下方 水深差不多有一米 据报道 由于基地附近的千曲川泛滥 停在基地里的十足北路新干线列车 被水浸泡 工作人员介绍称 去列车运行恢复正常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受台风影响 动物也遭了殃 这是13号上午在千叶县 百事拍摄到的画面 画面中 河面上一群黑影迅速向河对岸游去 不一会就游上了岸 顶经一看 原来是十几头野猪为了逃难 舵河而来 而在涩谷车站附近的一条美食街 日本网友则拍摄记录下来 成群老鼠过街的画面 网友直呼令人作呕 再来看主宿了 近日印度总理莫迪 在海滩捡垃圾的视频 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 在马马拉布拉姆的海滩上 近年69岁的莫迪 一身黑色着装 光着脚 发现沙滩上的垃圾以后 便一路弯腰尸捡 最后莫迪用肩膀 扛着满满一大袋垃圾 并将它交给了酒店的工作人员 不少网友称赞莫迪 在环保上身体力行 受到鼓舞 13号日本冲绳县纳霸式传统活动 纳霸大拔河欢乐开展 当天活动吸引了大约27万人围观 街道上挤满了兴奋的人群 拔河所用的绳索 由稻草制成全长200米 双方参赛选手喊着口号 决力对抗 大约4分钟以后绳子被拉断 双方打成平局 纳霸大拔河起源于古代 旨在祈祷五谷风灯 风调雨顺 画面中的俄罗斯男婴名叫萨莎 不同于普通孩子 萨莎一出生就没有双眼 成为世界上仅有的 三名天生五眼球的婴儿之一 据英国《美里优宝》报道 更不幸的是 她的亲生母亲遗弃了她 与其他孩子一样 萨莎爱玩爱笑 是一个开朗的孩子 目前六个月大的萨莎 每半年就要接受一次 植入一眼手术 同时她也在等待 领养家庭的出现 14号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龙 传统活动 西红柿大战热闹上远 当地农民披上稻草制成的 头盔和铠甲分成两对 互相投掷西红柿 狭窄的小巷 迅速被染成了红色 场面欢乐 每年当地农民都要举行 西红柿大战 庆祝方收 15号 日本电子高新科技博览会 在千叶市 拉开序幕 展会上造型独特的 单人空中飞车 精彩亮相 这款模拟试验装置 安装了各种传感器 体验者横趴在装置上 通过控制飞行姿态 感测气压及 加速度等数据 此外 观众还可以亲自上手 操作远程操控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可以代替 使用者参加活动会议等 实现在家办公 最前俄罗斯 夏瓦尔托弗斯克市 发生狗伤人事件 监控录像显示 学校操场上 一只白色牛头梗钻过围栏 静止向场内的学生冲去 并不断地跳起扑咬 紧接着 牛头梗又转向攻击 另外一名学生 将其猛扑在地以后 对其头部和颈部撕咬 场面惊险 最后老师将牛头梗赶走 根据俄罗斯法律 没牵狗绳的斗犬 出现在公共场合署 违法行为 受伤学生家长将提起诉讼 据韩国TV朝鲜电视台报道 14号韩国艺人雪莉 在位于京基道 城南市的家中身绑 一次自杀 年仅25岁 韩国多名艺人 15号纷纷取消活动 并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为雪莉哀悼 雪莉生前因形式作风大胆 一直饱受各种网络恶评的困扰 近年来 因恐慌障碍 抑郁症等原因 暂停演艺活动的 韩国艺人数量逐步增加 艺人的精神状态 引起韩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好的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 再会